3月13号上午 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历时10天的会城中 来自各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 围绕中国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 通过提案建言资政 建议要制定一个统一的 健康服务业的一个举入标准 开始启动老年市场的建设 与达湾区内地学生 作为一个对象 进行试点 允许他们到香港的民邦高校里面去学习 建议能够制定出台 更强细的实施细整 以便能够尽快地更好的实施 我们国家把6港疫苗 列为自费的二类疫苗 那么这样的话 我想建议把这个东西 进行那位医疗保险范畴 与此同时 在会议期间举行的三场大会发言环节 中肯的建议也不绝于耳 我有两点建议 一 要像制定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那样 制定国家基础科学上列规划 二 要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 将RMD经费的比例 今年讲这个比例提高到10% 针对生态环境严重违法行为 完善处罚总类 提高罚款额度 使违法的行为人得不偿失 乃至倾家淡产 这些提案以及意见和建议等 既涉及国家大政方针 又关系寻常百姓的民生广受关注 与此同时 提案本身的质量和精准也为外界所关注 3月10号 在政协委员谈屡职记者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赖鸣 向外界解析委员的提案工作 你一个提案的质量高不高 首先你必须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 围绕老百姓的关切来提提案 这是最根本的 第二点呢 我觉得要提高提案的质量 必须要深入地进行调研 要深入到基层 那么来 认真的了解 基层的情况 提出意见建议 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提高提案质量 一定要从广泛凝聚智慧 和力量上着眼 还有一点提高提案的质量 要把基层和群众的意见 建议反映上来 3月13号 大会通过的 关于政协13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显示 截至3月7号 大会共收到提案 5113件 经审查 立案3859件 其中 委员提案 3499件 占90.67% 集体提案360件 占9.33% 这份报告同时指出 总体看 委员提案提出 更加郑重 选题更加聚焦 调研更加扎实 建议更加具体 质量明显提高 彰显了屡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月13号 大会在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之后 宣布闭幕 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 走出人民大会堂 重回屡职平台 他们的提案将交由承办单位办理 协商临选重点提案 并经主席会议审定后 开展督办